有没有人睡不够的 Honestly 昨天多一个小时 有睡多一个小时的机会 不错不错 还是有人 有多睡一个小时 多睡一个小时 这礼拜是很丰富的一个礼拜 湾区怎么样 下雨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过电影 叫做Dancing in the Ring 湾区人之应该是 下雨的时候应该去外面Dance Dancing in the Ring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 黑白片 哪个伊神在那边跳舞 我觉得真的湾区 旧汉逢甘霖的时候 真的是 我们家后院的乌龟全部死光 全部死光 一只都不剩 那么大乌龟都死掉了 没有水 很多的动物都死掉了 我们很幸运 我们有自来水 这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湾区有很多的 我觉得神也有很多恩典 与我们同在 有没有看棒球 上礼拜有看棒球的经理举手 有看棒球的 更多了 奇怪不看棒球 这场棒球是最精彩的一场棒球 我不知道我不太看棒球的 这次被我儿子女儿抓去看棒球 结果看完棒球以后 我才有一个很不良的后果 我就找我的医生了 因为血压下不去 结果就逼我要吃血压药 所以虽然有恩典 可是恩典也让我们太兴奋了 所以我医生就说 要要要要 这血压高到170 所以医生说很严重 所以看棒球 看我的血压高 所以这也是很不好的 你们知道 普吉诺在上两礼拜 出一个很悲强的事情 一个骑甲车的一个小孩 Eason 他名叫Eason 他骑的路 是我每天经过的路 所以他死的 刚死 我假设骑过朋友 当我看到他的尸体 躺在路边的时候 我真的是教育 我为他的母亲 为他的父亲 为他母亲母亲 对他的期望 要找一个好的学区 让他能够好好的读书 可是生命就这样子做 我自己有小孩 我不敢想这个父母 知道他小孩 就在上学路上 住在他身里的时候 他回去那种痛苦 那种忧伤 我想他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让你 所以库普听着 我很多人就非常生气 认为交通非常不好 特别是开卡车司机 非常不对 所以我们就联署 要求卡车司机 不要开那条路 上学的时候 你们觉得对不对 你们都不骑假车 我骑假车 而且我每天都骑在那个路上 你知道最危险的是哪些人吗 你知道在路上最危险是哪些人吗 我骑上车我就知道 那个开车的非常危险 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刚醒过来 一脸碎眼心收 一面开车 一面在骂他的儿子 那个人最危险 那个人实在不应该开车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发现 我自己在骑假车司机 我屡次差点被人家撞到 都是那个父母亲 仰眼心中在骂小孩 特别在开车 一面开车一面骂小孩 很远我就看见了 我就特别要躲了 可是我越躲到 他就越找你撞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 别人所犯的错误 甚至我们做太太 很容易看到先生所犯的错误 甚至我们做先生 很容易看到太太所犯的错误 我们常常都看不到事情 我相信在库普丁套所出的车祸 不单单是卡斯斯伊所犯 我相信很多人 所以我儿子他们就说 他说最worst的driver 就是Asian parent 可是你问每个Asian parent 他们就说最worst的driver 就是teenager 所以我们就在互相冷造 这个社会就是在互相的指责 我觉得所以信仰最重要 信仰是我们重新可以造我们自己的生命 信仰重新使我们问我们自己 其实很多骑甲车里面非常危险 我自己骑甲车 我知道有的骑甲车非常的危险 有些车祸是骑甲车造成的 骑甲车造成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整个生命 在我们的整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湾区发生了很多好的事情 我们很骄傲的时候 每一场冠军赛 都有很多人失望 很多人流泪 很多人的苦苦 有的时候一场车祸出下来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痛苦 很多人的无奈 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说 神帮我们留在这个地方 神帮我们留在这个世代 是否神对你跟我的生命 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这个社区 是这个家庭 是这个周遭人的住层 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所以我们教会在多年以来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四个季 我们第一个季永远是自动什么 自动个人 我们经历的是个人 那第二季我们就重视这个家庭 为什么要个人要成长 因为唯有个人成长 家庭才会成长 如果个人不成长 家里面不会成长 可是个人成长以后 我们就知道 所带出来不单单是一个家庭 我们希望个人成长 家庭成长 所带出来是一个教会的健康 是一个教会的复兴 所以教会复兴不是建在教会 指很多糖 教会复兴不在建筑教会很多人 教会复兴不在建筑教会 我们有很大的事业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觉得一个教会的复兴是建筑在这个教会的家庭 非常健康 这个家庭活得很有心 这个家庭活得很有心 我们懂得怎么样互相的相爱 我们怎么懂得互相的体恤 我们懂得互相的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去谈 我们不是看别人的错 我们是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来看我们的心 所以唯有家庭健康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 一个健康的教会 如果你的家庭不健康 我们的教会就不会健康 如果你的家庭不快乐 我们的教会就不会快乐 所以也唯有健康的教会 我们第四季 我们看到一个神永恒的国度 什么叫做永恒的国度 永恒的国度是由暂时的教会所建立出来 虽然我们教会暂时 可我们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不是说神永恒我们就不管现在 不是神永恒我们今天就不管 我今天就是反正活得怎么样 反正神是永恒的 永恒是建基于我们在战事里面 怎么掌握一个永恒的信息 所以我们从这两季 在最后两个月开始 我要连续讲始祖神传的信息 而不是启示录的信息 因为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信息在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形象在里面 我们基于徒不但是活在我们的战事里面 我们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活在我们的压力里面 我们活在很多的竞争里面 我们活在很多的需要里面 我觉得我们基于徒应该有个眼光 我们的眼光是建基于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价值 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使得我们有一天 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 For what reason is it 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如飞而去的时候 我们要跟神共同经历 十一的幽谷的时候 我们回头看去 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 我们活得有意义 我们活得有效果 这是你和我在今天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应该去此地的信息 我们翻到今天我们的信息 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节到第十八节 启示录第一章 十二节到第十八节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 一段很宝贵的经文 因为在你的经验里面 你很少认识到 什么是耶稣基督一个永恒的形象 所以我的题目叫做 永恒活度的君王 这个耶稣基督 跟你以前认识耶稣基督 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 甚至严格来说 我们看到历史历代 很多的画家 要把十二节跟十八节画出来 可是没有两个人画的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思想的是怎么样 若要你画出来是怎么样的 不过神用他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形象的时候 我想神是先用他的语言 能够我们传递一个 永恒君王的形象 好 我们来读十二节到第十八节 你也问问自己说 到底这个形象在我的里面是怎么样被画出来的 好 十二节 预备 七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 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倒脚 胸间竖着金蛋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清洗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远永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我们要懂这一段经文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 有两节这个经文的背景 我们先要认识一下 我们第一个经文 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 这个启示录它是什么 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 因为启示录 在我们很容易想到 启示录是讲的未来 我们很容易讲到启示录 是讲到预言 是讲到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想到 约翰人在记载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启示 他没有说是一个未来的启示 所以我觉得启示录 不但重视未来 可是更重视到 这个未来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这个未来是论到耶稣基督 这个未来是属乎耶稣基督 这个未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发生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活在未来里面 耶稣基督是活在永恒里面 耶稣基督是活在 我们每个生活的明天里面 耶稣基督不但活在昨天 耶稣基督活在今天 耶稣基督仍然活在明天 所以启示录是特别讲到 耶稣基督的启示 我觉得更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你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九章 第一章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里一同永生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沉在那名叫伐摩的海岛上 你注意看 史图新乱所写的背景 跟他所写的原因 为什么他要描述一个 耶稣基督永恒的形象 他并不是约翰今天成功了 约翰今天建立了很大的 Mega Church 约翰行了很多的神迹 他讲到约翰这个作者 在写的时候 他说 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他说 和你们 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里一同永生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一个有患难的神迹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一个有忍耐 需要忍耐的神迹 在我的生命里面 是有很多痛苦 很无奈 因为我正像奴隶一样 在巴默的海岛上 每天敲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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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 会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 有什么样的前途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 有什么样的困难 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这个光景里面 是说什么时候 我们看前面 完全没有亮光 或者看前面 我们完全没有方向 我们活在恐惧 无奈 跟忍耐 可是你注意 在约翰描写他的忍耐 源于他的痛苦 源于他无奈的时候 约翰用一个很美丽的字 他说什么样 和你们在耶稣等 和你们在耶稣等 就约翰知道 在他的苦难里面 这个苦难不是约翰的 这个苦难是耶稣的 这个忍耐不是约翰的 这个忍耐是耶稣的 就在你所受的生命的痛苦 在你所受的生命的无奈里面 是耶稣基督给你 这个人特别特别的恩典 而且不单单你在受苦难 不单单你在受忍耐 他说在真的忍耐里面 他说什么 一同有什么 有份 因为在这个世台里面 有很多人所受的苦难 甚至比你更多 甚至比你更苦 甚至比你更难过 可他们一同在哪里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使约翰 受那么大的痛苦 躲在那么小的岛上 过那么没有意义的生活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是跟耶稣基督 一同所受的苦难 为什么 因为要使约翰当他身手 举高的时候 他能够碰见耶稣基督的心 这就是启示录产生的秘密 这就是启示录产生的秘密 它使得一个苦难的教会 得到奥运 它使一个基督徒 没有盼望的基督徒 他们知道永恒的价值 他们是一群要上断头台 要走进狮子笼里面 要在竞技场上被喂尸的这些人 他们看见一个数天的呼召 他们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谱话 他们看见一个永恒的耶稣基督 与他们同意 所以启示录为什么 那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信息在里面 因为启示录 跟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让我们看到苦难的原因 让我们看到苦难的意义 让我们看到苦难的价值 也唯有在苦难里面 我们人会谦卑在神面前 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带领 所以 启示录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而且启示录是透过一群苦难的弟兄 透过一群苦难的教会 所叫我们传一个永恒的信息 那我们就很快地看一看 这个永恒的信息 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在第十二节 他说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新灯台 我们看下个座 我们来看一看 约翰到底看见什么东西 约翰说他转过身来 就看见有七个灯台 那这个灯台代表什么 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就知道七个灯台代表什么 旗舰教会 七个灯台代表灯台是什么 是一个发光的 我们看到灯台是什么做的 是黄金做的 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 黄金在启示录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有最不好的意义 有最好的意义 黄金是中性 当黄金被神所使用的时候 黄金非常的好 当不被神使用的时候 黄金是让人堕落的 就像Internet是中性的 Internet可以做最有效的传婚姻的工具 但Internet也是最使人犯罪的地方 重要的是人的心是怎么样 一个车子 如果驾驶员对的话 这使人交通方便 带人到他去的地方 但是一个驾驶员不对的时候 这个车就会压死人 这车就会使人去车队 所以我们看见 当神让约翰看见 这个黄金的灯台在他面前的时候 毫无疑问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灯台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世纪的灯台到底是代表什么 当一个灯台在我们前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罗马浮雕里面 讲到耶路撒冷的沦陷 灯台被carry到罗马这个图画里面 我们就知道当时的灯台 可能就是这个形象 应该是非常非常相近 因为罗马人掳了这个灯台 带到罗马去 这灯台一般量是 上面就可以点几个灯 七个灯 所以七个灯台有七盏灯 所以有七个灯台 好 那我们来考一考 有多少人知道 这七盏灯在旧约是代表什么 右边三个 左边三个 中间一个 右边三个跟左边三个 一共六个 中间一个是第七个 代表什么 这七个在旧约里面 圣殿里面的灯台 七盏灯代表神七天的创造 这六天的工作 所以中间那一盏是什么 很喜事 所以七盏的灯 代表神七天的创造 代表一个神的完全 代表神借祂的创造 继续在灯台的过程里面 给人亮光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过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道路这里 耶稣是什么 耶稣我就是光 所以耶稣基督希望 祂的光能够照亮世界上的人 设备照亮在行走在黑暗的人 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 走到天上去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亮光就变成什么 约翰所看的灯台 看到什么 叫教会 所以教会应该是 让人在迷路中 在黑暗中间 可以看到他的亮光 可以看到的光景 但我们更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形象 祂走在灯台中间 所以我们看到灯台要发光的时候 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非常重要的 必须耶稣基督要走在这个灯台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走在一个教会里面 也会走在七个教会里面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七个教会都不是完美的教会 都不是完美的教会 可是我们今天很容易 把自己教会当成完美教会 别的教会都不完美 我觉得每个教会都有神的恩典 跟神的作为 我们都看到神的工作 对每个教会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牧师有他不同的恩赐 每个弟兄弟们有他不同的恩赐 在做不同的事情 可是重要的是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耶稣基督 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中间 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中间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不是说我们今天住在那里的问题 我们要问上帝耶稣基督 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 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发光的光景 我们给人有温暖 还是我们是那个在车上一直骂小孩的父母 还是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的家就像一个冰库一样 我们走进去 我们体会不到温暖 所以在菲律宾书第二章第五节 我倒是会讲说现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养灭 什么是灯台 我觉得这就是灯台最好的基督 神要借用他的教会 神要借用他的小姐 神要借用他的事工 将生命的道能够养灭 所以当约翰走在转过山来 看见这个灯台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约翰仿佛对这群教会 这七个完全不一样的教会能够讲话 讲话什么 我们看到从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 我们看到约翰 他说他看见一位好像人子 为什么约翰说好像人子 因为约翰是所有的使徒里面 对耶稣最了解的人 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藏在耶稣基督旁边 为什么约翰居然看到耶稣 他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所以他说好像 好像是下面所描写的耶稣基督 不是约翰所熟悉的耶稣基督 所以有的人说这段基本是讲到 不为人熟悉的耶稣 是耶稣在永恒的形象里面 是耶稣已经超越了 四福音所描写耶稣的形象 超越了教会对耶稣 对当时的认识 让我们提升到一个 永恒的国度里面来看 耶稣到底在今天 是什么样的地位 是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下面分成九个 耶稣基督在永恒居如往里面的特性 我们一起来分享 耶稣基督的特性 第一个我们看见 他说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肩竖着金督 我们看第一个特性 他讲说他穿着长衣 他长衣到脚 而且他什么样 胸肩竖着一个金督 我们继续看见 如果从第一世纪来看 或约翰的了解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约翰仿佛看到一个祭司 而且这个祭司的形象 不完全是圣殿的祭司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边 所表现的一个形象是 当约翰在宝摩岛的时候 当约翰受到罗马人的统治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原来他们所信的上帝 他们所信的圣殿 已经被毁掉 他们的祭司已经被杀掉 他们的灯台被掳到罗马去 如果今天你有信 当时走进罗马的时候 你会发现基督教是一个 so shame so修止的一个宗教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 因为那个罗马的祭司 身穿白袍 头戴金裤的时候 他说 哇 这个信仰是这么的伟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所给一个约翰的肯定就是 当耶稣基督站出来的时候 重新出现的时候 这个耶稣基督的形象 是远超过罗马人的信仰 是远超过一个被毁的圣殿 是远超过约翰的想象 约翰说 这个好像是人子 可是我不敢那么的确定 所以我们第一看见 耶稣基督不但要重新恢复一个旧约的信仰 一个回复了上帝的人中一个见证人 耶稣更告诉我们 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信仰 他是超越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最伟大的信仰 他比信仰还更伟大 因为他说怎么样 他胸间竖的精大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马上就看到第二个他说什么 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他的头与发皆白 所以耶稣是一个 一个整个白色的形象出现 我想约翰一定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图画里面 从来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是头发是白的 我发现耶稣基督是头发是白的 而且如白羊毛如雪 白到一个程度像羊毛那么白 白到一个程度像血那么白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 在整个圣经的信仰 我们看到白法是一个白的 我们看到白法是一个 我们听到一个白法是一个精致的 我们看到白法是一个精致的 白色的 白色的 我们看到白法是一个 心的 明分之 我们看到白她是三位 有点 我们看到白色的 黑色的 我们看到白色的 欣慕 都是白色的 嗯 赌 在一眼 我们看到白色的 JES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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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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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